最近我省林业工作者架设在黑河国家森林公园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豹猫一家四口群体活动的影像 豹猫属小型猫科动物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栖息于山地林区 这次的发现地位于后枕子镇林区,海拔在1700米左右 据了解,黑河国家森林公园共架设了22台红外相机 截至目前共拍摄到黑熊、金丝猴、灵牛、猎灵等大量野生动物的视频和照片300多份 为研究野生动物活动踪迹、习性等情况提供了